這件事情還是要嚴正澄清 這個問題本身就問錯了 因為高宏安並不是申請人 申請人是自策會 而且當時的年代是2016年 我記得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好笑的爆料上面的這個圖片 上面的申請人並不是高宏安 申請人是自策會 那2016年其實已經是蔡政府的年代 那難道自策會在蔡政府的年代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攻擊來說的話 難道是在通敵嗎 還是說在對大陸示好嗎 我想這樣子的指控 真的也是有一點莫名其妙 如果今天申請人是自策會 那這樣的指控是不是 應該要對著自策會 而不是對著只是單純 在自策會的員工高宏安 只是一個發明人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我覺得這一些也是同樣 我覺得最近的抹黑 真的都有點好笑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選舉 我知道大家其實有些民進黨 可能選情告急啦 但是選情告急 也不要再用這樣的方法 那只會更告急